像這樣的一個什麼樣的飯盒 十米經過清洗後 白米不需浸泡 加水量也有黃金比例 淨蒸汽蒸香烹煮也要控制蒸汽 烹煮後繼續燜飯 送餐到教室後先進行鬆飯動作 白飯Q彈口感立即呈現 農糧署推廣米飯好吃秘訣 讓孩子進而養成愛吃米飯的習慣 在學校 學餐飯跟我們在家裡煮飯的最大不同 也就在於說 我們的學餐飯 通常都是怎麼樣 因為大量在做 所以機械在煮 那機械在洗米 機械的洗米在洗的時候 其實剪切力或者機械的力量很大 我們很溫柔的對待家裡的米 可是不太溫柔的對待我們學校的米粒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的煮飯的洗米的設備 在沒辦法改變的情況之下 洗米的時間要減少 因為我們去參訪的結果 發現洗米的時間絕大部分都在五分鐘到十分鐘 即使洗太久了 洗太久而且這個剪切力的作用會造成怎麼樣 你的米粒碎裂 所以我們建議洗米的時間的話 大概是兩分鐘到三分鐘 那至於進米的話 以現在的白米飯來講對不對 大概不太需要進制 因為學餐飯他們做好了以後 馬上還要再經過配送到蒸飯箱 或者是每一個怎麼樣 每一個煮飯的瓦斯桶 瓦斯的煮飯器裡面都需要時間 所以它事實上已經有一點進的時間了 但是糙米飯就要進 因為糙米的話它有康程的問題 所以我們建議兩個製程 一個製程的話就是說 如果你的設備允許 因為我們的確看到有些怎麼樣 有些團善公司他們有這樣的設備 它可以在低溫來怎麼樣來靜置 所以它就可以靜16個小時 就是我們10度C以下來靜置 如果不行的話我們建議用怎麼樣 用熱水來靜 這個熱水就是60度C熱水 我們也提出了怎麼配這個熱水的方法 然後不會增加那個什麼 學餐飯支配上的一些困擾 因為我們還是要這樣 因為做學餐飯真的正在打仗一樣 時間很短要把飯這麼多做出來 所以時間真的在競賽 所以我們提出的方法 都是比較簡潔的方法 好接下來就是水米筆 水米筆的問題的話對不對 通常我們會建議對不對 因為前面已經有吸水的動作 吸水的動作 包含在西米 所以水米筆我們建議在0.8到1.4 第一年級我們建議水多一點 高年級就建議稍微水少一點 因為高年級的話 廣場吃的飯會比較接近怎麼樣 我們成人在吃的 然後接下來煮好飯以後 如果你是一般的那種瓦斯電鍋的話 對不對 它的烹煮的 因為它是不是人份 所以它的那個製程 大概都是設定好的 不會改變 如果你是蒸香的話 就要注意幾個事情 因為兩個中心會影響到 你飯煮出來 O不OK 第一個是 你供飯的蒸氣的壓力夠不夠 很少我們去注意到 你的蒸氣鍋爐的壓力 蒸氣鍋爐的壓力 我們建議在7公斤以上 可以去到位注意 因為我們去訪視的結果 發現有的學校 的確的大部分都不到6公斤 你至少要在6公斤以上 因為這樣的蒸氣的量才會夠 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你的蒸飯箱 大部分的蒸飯箱 密合性對不對 都沒有說很好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你的旁邊的封條 其實蒸飯箱本身 並沒有什麼 很簡單的一個設備 但是你的封條老化了 所以封條把它封好 才不會造成蒸氣外洩 蒸氣量的不足 蒸氣量的不足 就影響到你米飯煮出來的品質 好 煮的時間大概在15分鐘 蒸的時間 我們就把什麼樣 把那個什麼 蒸氣關掉 這個時候在裡面悶飯 大概悶20分鐘左右 悶飯以後 接下來就準備出來 要配飯 配飯的話 通常我們配送到 按照國家的要求 跟譬如說 包含上我們像日本都是一樣 送到學生的手上的溫度 應該要在60度以上 OK 所以這個真的跟時間在賽跑 然後到那個什麼 到這個 到班級的時候 我們才會做鬆飯的動作 因為鬆飯的動作 如果太早做 你說為什麼我們不再什麼樣 在送飯之後你就鬆飯 因為送飯之後你就鬆飯的時候 第一個怕有污染的問題 第二個溫度會降得非常的快 所以我們建議到什麼樣 到學 那個什麼 到教室的時候 再由學童來做鬆飯的動作 一方面也是一種學習 在110年的9月開學之後 我們就讓全國各地來申請 所以110年9月之後 當年的產銷履歷米 就已經佔我們學校 營養午餐裡面的米的比率 百分之二十一 這是110年 那去年111年的話 產銷履歷米已經佔百分之六十八 也就是說 學校午餐裡面三分之二的米 是產銷履歷米 那三分之一是一般的這個公糧米 到了今年呢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產銷履歷米 所以 稻米的品質一直在提升 可是問題是 這個稻米不是品質提升就好 因為好的商品 或者是好的產品 一定有好的品質 然後好的 噴調加工製造過程 出來之後的產品 才會是美味可口的產品 還是好的產品 所以為了要讓我們有好品質的米 這麼好的這個優質的米 讓我們的小朋友要養成從小就喜歡吃 倒米 所以我們就請CS協會 還有我們的台大石科所 陳時新陳教授 我們就找了幾位國內的科學家 專家 大家一起來研究 要怎麼研究呢 我們在去年就開始針對全國 有354個供應人數 超過一千位 每一次的供散 這個 這個給營養午餐 超過一千人的這樣的學校 354所 我們來全面來進行調查 同時也到現場去輔導 之後把科學數據收回來之後 來用科學的方法 怎麼樣來噴煮 出好的這個米飯 東糧樹以市售價格五折 供應高品質公糧米 及經過第三方驗證的產銷履歷米 作為校園午餐主食來源 但高品質的毫米 進入團散大量製備時 有時會因為儲存方式不當 及烹煮技巧不佳 未能呈現完美口感 因此也特別分享烹調小秘訣 協助工善人員更有效率的 供應品質穩定完美比例的米飯 我們這些優質的米 如果可以按照我們用科學的方式 所研發出來的這個標準作為流程 來製作的話 烹調以後啊 讓小朋友可以直接使用到最優質 而且最新鮮 同時也是最美味的我們的米飯 那這樣子可以養成小朋友對於台灣米飯的喜愛 也會變成他一輩子在作為身體健康 還有在做食農教育最好的代言人 所以我們非常希望全國各個學校 只要供應學校營養午餐的話 我們希望都能夠來參考我們所用科學方式 所製作出來的這一個標準作為流程 來烹調米飯給所有的師生來享用 我們已經辦了這個七場的講習會 那接下來我們已經在拍攝 YouTube還有製作我們的 這些標準作為的流程的手冊 所以我們會在我們的官網上 12月底之前會把它公佈出來 所以我們非常歡迎全國的學校營養午餐 團算業者也好或者是學校的這些 工善的相關的管理人員以及營養師 能夠上網來參考 那同時我們也會把這些標準作業流程的指引 送到每一個學校 希望各個學校都能夠熱烈來享用 因為這個是對我們小朋友的身體健康 以及我們的食農教育的推廣 最直接做出貢獻 同時也能夠讓我們的國人 以自己的米食為傲 農量術長期推動食米教育 並提升校園午餐食米供應品質 希望透過體驗教學及日常飲食 讓孩子從小認識稻米的營養價值 傳承米食文化 記者汪郡台北報導 方式的部分都能夠起機協力 為我們的校圓 理論